大家好 今天呢做两期视频啊 就是多跟大家聊聊 分享分享 因为今天想说的话呢 特别多 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一个主题呢 我想来想啊 我看了很多网友 就是针对于我对王志安的一些批评 或者是说对于王志安思想的一些探讨啊 他们就觉得我在攻击他们的主人 或者是攻击他们的蝶了 对吧 有的一部分人 就是鼻子不鼻子的脸不脸的 就过来攻击我啊 你要比如说给我提出疑问的 说哎 小宁你说的这个东西 我并不这么认为 这个非常欢迎 或者是说 哎 你说的地方是不是有矛盾呢 前后有逻辑的矛盾 你又说 不要惹这个 现在是一个四强凌弱的一个时代 惹不起 躲 反正又说呢 号召所有的人都去这个发声 去说这个事情 这不前后矛盾了吗 是吧 完了我也愿意去跟大家探讨一下啊 再一个 大家听话 就是听我说话吧 你一定要明白什么呢 我号召所有人去发声 这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一个方式 我并不是说 让大家去像张仔一样 去上街举牌 说某某某必须下台 什么什么什么 必须怎么怎么样 我并没有号召大家去做这个事情 我只是说跟大家说 要为正义去发声 在网上 就像我这种 为正义去发声 可能这个国家还能好一点点 还能好那么一点点 相对能好一些 那如果有七亿人去发声呢 那可能这个形成一个群体 它就是一种正义的一个力量 它就能把这个事情解决 对吧 就能把这个目前的一种 社会的不公的现象去解决啊 或者是说 一些 咱们国家目前存在的一些 舆论的一个问题去解决啊 就会形成这种势力 那这种势力呢 就是一种强大的势力 就是从弱小变得刚强 或者是变得强大 这不就是伟大领袖说的那句话吗 叫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所以说 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假如 我说的是假设 但是我并不认为 具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我这个频道 你说推动人多思考 怎么什么 我说白了 咱们今儿这么说 就算我是那个星星之火 我也燎不起那个源 就是在中国的这片盐碱壁上 我燃不起来 是吧 没有办法 都是绝缘体 太冷漠了 充斥了大量认知不清的人 不会独立思考的人 所以我的频道是干什么呢 就是有独立思考的人 趁早赶紧走 是吧 走不了的呢 认清目前的一个形式 那也得自保 没有办法了 你知道吧 没有办法了 但当然 我说的自保 不是说让你去死害他人的利益 或者是说跟当局去同流合污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指什么呢 就是 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些 对正义的一个感官 要不然等哪天麻木了 你也变成那种人了嘛 就变成那种 就是像赵立坚那种 那就废了 即便在中国走不了的话 也要培养自己的孩子以后 移出去 之后呢 再把自己带出去 你只能是这样的 对吧 只能是这样 所以说 我的视频呢 主要就是 号召大家 能移民的就赶紧移民 移不了民的呢 在这地方 韬光养晦吧 韬光养晦吧 做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 在安全的情况下 可以去发一发声 就是像我这样 就相对来讲 还是 虽然冒了一点 一定的一个风险 但我认为啊 跟那些 什么举牌的人呢 或者是怎么样 那是微不足道的 也没有说 对于自己有什么 怎么怎么样的一个 怎么过大的一个影响 是吧 也可能未来有 但我认了 我认为我付出的这点东西 和一些其他的人相比 那微不足道的 我是这么去看待问题 是吧 我也仅仅就能做到这 所以说你说 你说中国人能怎么样 能怎么 只要我勇敢一点 中国人就能独立思考了吗 显然不是 对吧 如果假如说 我勇敢一点 中国人就能独立思考了 可以 我可以做这个牺牲 是吧 但是显然不会的 是吧 所以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 就是聊聊我自己的心里话 我这批视频的主题呢 我想了想 我为什么 我想这期的视频主题 定为什么呢 就是 我为什么不想当一个中国人 是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趣的 这个主题还是可以的 那么咱们今天就谈一谈 我为什么不想当一个中国人 你包括我在这个做自媒体视频的时候 包括你看我对于体制的一个说法 我对体制的一些弊端的一些说法 有五毛战狼来过来喷我 包括我对于一些民主人士也好 所谓的民主人士 我不认为他们是真民主 是吧 或者是所谓正义的那些人士 对于他们的一些批评 他们的那些粉丝就过来喷我 你这个可以看出来什么 在中国你不管是支持左派 还是支持右派 这些人不会冷静和客观的去独立思考 你包括袁腾飞以前搞的一个事情 我认为很恶心 他把粉红的话去置顶 然后让他的粉丝去骂他 这个是很恶心的一个事情 他就是采取这种以暴之暴 同态复仇的一个形式去攻击他 去攻击就是攻击他的人 是吧 就号召这个东西 我特别反感这种做法 我觉得和这个 就是你有一定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影响力 你不能用这个东西去煽 煽动就是 就这种东西 就是让这种人去骂人 是吧 那你说你对于你的粉丝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呀 毕竟你还鼓动你的粉丝去骂这帮人 把这些粉 就是在五毛粉红的东西去置顶 然后让你的粉丝去用五毛和粉红的话语 去骂他们 然后这什么妈妈奶的 下山路的 那个下半生的什么东西都上 那我就在想 袁腾飞你的粉丝的素质 和你这个个人的一个素质 和那个粉红和五毛又有什么区别 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 就是干 就是斗争 所以说在中国人的眼中 他没有这种宽恕 或者是说饶恕 以及什么呢 他没有这种思考的一个能力 就是他的主人说什么 底下的人就做什么 这种盲目的一个个人崇拜 没有自己的一个观点 这是中国人最要命的一个地方 包括我说王志安也是 包括我说徐耀东也是 就是油管的这些大位 在这个油管上面 我看今天有个人说 说我这个视频说 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我并不是在抬高自己 是他们做的实在是太烂了 华语中 大家不知道想没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全世界现在都是民主国家 包括俄罗斯也是一个形式上的民主国家 为什么这些国家都可以 只有中国和北朝鲜不可以 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咱们不管民主到底是好坏 当然民主对于民众肯定是好的 咱们不探讨这个民主之后 中国到底能不能成功 或者是经济到底能不能腾飞 是吧 咱们现在先不探讨这个问题 因为你看印度他是民主化的 但他经济不好 他有自己民主性的一些问题 宗教的一些问题 但是大概率来讲 民主的国家都好 而且民主国家的老百姓 相对来讲过得也比较自由 印度可能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 但是起码印度人 他说两句话应该是还是可以的 他没有这种舆论的一个压制 起码说两句话还是可以的 但是他那个经济发展的是太刺了 那个经济发展的刺 我觉得真的是民主国家当中的 这个怎么说呢 是这个垫底了吧 是吧 不是好学生 这个跟当年这个英国殖民统治的时候 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英国的殖民统治 他并没有往外界输出什么呢 他输出他的工业 输出他的技术 他仅仅输出了他的产品 换取了一些原料 这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一个所在 他是这样的 顺带点把这个英语传遍全世界了 是吧 所以说现在英语作为世界的一个通用的语言 那这个是那个什么 这个是我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今儿 咱们把这个话说透或者是说开 我也是想到哪 说到哪 并没有说什么精心的一个布置 咱们还是朋友聊天的一个形式去聊这个事情 是吧 好 那咱们说别的国家都可以民主化 就到中国和北朝鲜不行 我认为北朝鲜之所以能活到今天 跟中国 就大陆吧 对于他的榜数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大陆不卖给他化肥 不卖给他这些原材料的话 我看他那个地都种不出来 你说一个国家 是吧 一个北朝鲜 他连化肥都制造不出来 他都有靠从中国大陆给他进口 什么化肥种子他都造不出来 你说这个国家失败到什么程度 他能成为一个国家 他这个政府给无能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所以这是我理解的北朝鲜 那反观那就上大陆了 是吧 就是中国中国当局 就是他 所以说每当面对这些就是无子的人 我不认为他是我的同胞 是吧 我对于我对于这些认知不清的人 我特别的反感 而且跟他们在一起 我也特别的不开心 有的时候你看有的人就说什么 说我贬低他人 抬高自己 有什么可抬高的 就中国人那个一盘散沙 那个熊样还用我贬低吗 用我贬低吗 对吧 我发自内心说 我压根就不想成为一个中国人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省在这儿 是吧 点背 是吧 点折没有 我点背行了吧 我说省在这个 这个严严地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 但是你看这些中国人啊 中国人 就是这两派的 不管你支持什么袁腾肥的 你还是支持胡义进的 支持主持主国母亲的 不管你是哪派的 你看他们这个数字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 有什么意思 就包括你像台湾做那个节目 叫涉图日记那个节目 就天天喷那个粉红 有什么意思啊 对吧 当然他肯定有意思 因为他挣钱嘛 但是这些东西 你抄上来抄上去 是能解决什么 能解决台湾问题啊 能解决台湾不爱打的问题吗 未来的不爱打的一个风险吗 有什么意义啊 骂来骂去的 骂来骂去的 如果你比如说假的说 现在台湾不靠称民主社会吗 如果你真的品格比较高 你的大学生的一个教育程度 知识水平啊 都非常好的话 你犯得着跟这个 跟这个粉红去 去这么样的一个对抗嘛 就粉红的那种 无知的一个逻辑观 你们两个就进行互呛了 就对上线了 是吧 对上线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智商 都处在一个同样的一个水平线上 我相信台湾的那些有识之士 或者是说高水准的人 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不会拿粉红去当盘菜 怎么可能 你看一看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油管上面台湾人做的自媒体 尤其是时政评论类的 他们的观点 包括对于大陆的一切看法 我认为非常非常的幼稚 就是你感觉他是两个世界的人 包括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根本都不相似 可能在我大陆人来讲 我看都不正常 就那种思考思维的一个逻辑 起码是在视频当中 我所看到的一种现象 当然我认为 不管在什么时候 台湾的就是有识之士 或者是有逻辑思辨能力的人 他绝对不会相信这种 所谓的媒体的散播 或者是说媒体上的一些 一些这种扭曲的一种报道 或者扭曲的这些话语 这个我觉得是不会的 因为你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 你不会去做这个 就是你很难去接受他们的一种价值观 你接受不了 所以你看啊 所以说你看大陆 那中国人其实我认为 他大概率是比较享受 目前的这种统治的一个方式 与方法 要不然当年啊 咱们这么说 那亲美的这个蒋介石 为什么能失败 那仅仅是因为 他的国民政府的一种腐败无能吗 是吧 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 他不得人心 可能跟腐败无能有关系 他的腐败也什么的 但是你看啊 你反观一下 今天的当局 那么多的贪官 其实你说他不服吗 是吧 你问问中国所有的底层的老百姓 难道他就不腐败吗 也并不是这样 也并不是这样 这皇帝轮流住 还是那个样 所以当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为什么当局能够在大陆 非常的成功 为什么当年的星星之火 就可以燎原呢 我不仅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我希望伙伴们以后 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事情 也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你不能说 就是遇到这些事情 你不思考到背后的一个逻辑 或者是说背后到底是怎么样 你说什么中国所谓的什么自由和民主 操着来操着去的 到底有什么意义吗 到底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都说中国的这些问题 都说解决的问题 包括蔡霞也是 要去什么 去欧洲寻找 当时好像说去葡萄牙吧 还是说去匈牙利 反正记不太紧 说去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途径 怎么能够立宪 怎么能够立宪民主 那宪政民主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解决不了 并不见得他有一个好的制度 他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国民性不改的话 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或者是说 如果国民性不改的话 短时间内解决不了 你比如香港的一个事情 香港的民主 可不可以说是失败 咱们今天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和伙伴们探讨一下 难道你仅仅说是因为当局很强大吗 你看香港黄志峰和周庭 弄了那么多人 号称百万人游行也好 或者是十万人大游行 我也忘了 反正就是很多人去游行 包括勇武派 破坏地铁 破坏公路 破坏交通 等等等等 破坏银行 放火 打杂 那你觉得他成功了吗 他搞这种暴力对抗的一个方式 他成功了吗 他也没有成功 而且输的是一败涂地 对吧 我觉得即便是在香港的伙伴 也不可能否认我的这句话 我可这么说 香港的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自由民主 从林郑月娥到这个 现在是李家超了吧 结束了 就所谓的就是比如说黄志峰 或者是说周庭的 那些人所倡导的那种民主 现在已经结束了 他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 对吧 新时代 李家超时代 过去都是文官治港 现在可以改五官治港 给你换个方向 那未来的香港 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怎么样 前景我觉得比较开用 那就看这个李家超就怎么做 咱们看一看 就是港英政府遗留下来的 在王志安所谓的政治产 是吧 商业啊 法治啊 他能怎么样 对吧 他能怎么样 我特别好奇香港未来的一个反战 他还有没有未来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繁荣 我是很好奇的 但是跟大陆比 受死的骆驼逼马大 肯定还是比大陆强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咱们不去探讨这个问题 受死的骆驼逼马大 但是香港现在就所谓的这个民族啊 就是黄之锋和周庭他们倡导的这种民族已经没有 那他们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 我认为有的时候可能跟这个国民信任也有关系 香港人他不也是中国人吗 对吧 他有支持黄之锋和周庭的 他也有支持当局的嘛 林郑月娥知不支持当局 非常的支持 李家川知不支持当局 非常的支持 你包括李家川对于国安法的执行啊 对于当 对于这个大陆当局的一些 一些国力 都是非常的 非常的支持的 而且坚定不移的去执行 如果他不执行 他就废了 所以说你得有人合作嘛 那这种合作 是不是也是一种国民信任的一个体现 因为中国人他最讲究合作嘛 我干不过你的时候我就合作了 你包括王志安也是 他不也想合作吗 你敢 就是王志安的那些所谓的粉丝 你说你把王志安的这些节目 捧的那么高 说他节目多么多么有水平 我并不那么看 王志安现在就开始要讲文革了 估计就该讲 过两天讲六四了 再过两天 可能就讲那个 什么法轮功的都有可能 是吧 你让他慢慢表演吧 你看一看 把过去那个那些老调 再重新谈一遍 回忆回忆过去 他现在就 我跟大家说 他现在就是 王志安就是在大陆挣不着钱了 所以说跟大陆白道了 完了 开始吃这个油管这碗饭了 他肯定吃的没有过去那么饱 因为大陆的市场非常大 他在国内可能一年挣好几千万呢 或者是说一个节目就卖好几千万 但他的油管相对来讲 他影响力市场比较小 他影响的就比较少 他不见得在大陆能挣那么多的钱 当然他也能够吃饱 毕竟他有这个央视的一个背景 其实你看王志安 他也得益于央视的这种媒体的一个垄断 如果没有央视的一个媒体的垄断的话 他不可以 他不可能有今天的这种影响力 你说他多么多么有才华吗 我认为在这个主持界 有才华的人多了去了 就像你说唱歌好的有的是 不是说每个人唱歌不好调的人 都能够成为明星 是吧 我看在大陆有的明星 唱歌跑调他都能唱歌 只要有人包装和炒作 所以王志安之所以今天能够成为 所谓的王局 或者是说在油管上 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那也得益于他央视的一个背景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他还得感谢当局 要不然他什么也不是 王志安以前学的是化学 但他对这个不感兴趣 后来他学的是什么 在武汉大学 他学的是政治教育 之后他就去学历史去了 去北京大学去学历史去 其实你看你想 他学政治教育的 他就是学怎么给人洗脑的 他在当年那个时代 如果这么说 他说他今天不要聊一聊 今天晚上要聊一聊 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是 5月16日 他今天晚上要聊一聊 他家的一个文革的一个岁月 大家这么想 如果他们家在文革的岁月当中 如果他今天这期视频要是说 文革多么多么可怕 他家遭受了什么样的一个迫害 他再去转学政治教育 他是不是助纣为虐 你像人普志强在文革期间受到了迫害 他说我长大 我不碰政治 我当一个律师混口饭吃 就可以了 或者是说当一个 他都不是说当律师 当时普志强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爸 普志强是中国的一个有名的人权律师 他说他爸要他当什么历史老师 说想当个老师 交流属比较安全 完了这个普志强不知道后来怎么样 就是当律师了 说要混口饭吃 当时这个普志强是这么说的 但是他从来不进体制 所以因为我在文革 我知道那个体制是怎么样 所以说普志强从根底下 他就因为他在文革的岁月 有很大的一个痛苦 所以说导致他知道 这个这个体制的一些不好 他跟他掰倒了 他跟他切割 但王志安可不是 如果王志安今天讲 他在小时候多么多么被体制 怎么怎么压榨 文革的时候 他家人受了多少迫害 他还去央视当那个御用的宣传人的话 他还考什么政治教育 你可以想而知 这是个什么人玩呢 那我要是通过他过去的这种背景来看 那就是个杂碎 对不对 你家在文革期间受了很大的一个迫害 你怎么能去学政治教育呢 去继续迫害他人吗 你怎么还能去央视呢 你去央视以后当那种喇叭桃 你敢说自己想说的话吗 当那种复读机 包括今天的王志安还找人呢 还在大陆找人呢 不以为耻 反以为勇 要不要点脸呢 对不对 他有脸吗 没有吗 包括他的粉丝 过来攻击我 我咋的 我说你们的爸爸了吗 对吧 就王志安的粉丝 我说你们的爸爸了吗 见谁都跪下 伟大领袖时代了 红卫兵跪下来 是吧 完了到今天 在网上 就弄了那么几个所谓的大威 完了也跪下 中国人膝盖骨怎么的 泥做的呀 一巧就碎呀 这就是我为什么 不爱做一个中国人的原因 因为没有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 我不知道中国人这种 不会独立思考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到今天 依然这么猖獗 这种现象 说这个说那 你看看袁腾飞 袁腾飞以前做自己的这个媒体 给那帮粉红骂成什么样 怎么现在不做了呢 他为什么不做了 你告诉我 害怕了吗 骂人的声那么爽 完了老觉得自己多扭 多扭差 那怎么的 到现在不也跪下来吗 对不对 老觉得怎么怎么地的 号召所有人去骂粉红 骂这个骂那个的 最后你自己都不敢骂了 你自己都闭嘴了 你还号召个屁啊 就那个袁腾飞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是 所以中国的所谓的反政府的这些人 都是一帮杂碎 都是一帮杂碎 这些所谓的大尾 哪个说人话了 哪个办人事了 你告诉我 就在油管上这些 靠自媒体挣钱这帮杂碎 哪个办人事了 他们到底帮助过谁啊 我就看中国这帮人啊 就是帮助人 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不愿意去这么揣测 一个人的一个好心 或者是善良 但是中国人不得不去这么想 中国这个社会 就是弱肉强食的社会 就是互相干的一个社会 没有爱 中国人是不讲爱的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在你如果信仰这个宗教 比如说基督教 它是讲上帝的爱的 是无实的爱的 你像过去在这个西伯拉语当中 用来叫阿嘎培吧 是这种无实的爱 它是这种 所以说 这个就是 你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国家的一个不同 我依然讲信仰 就王志安的那些狗仔子们 他看到我这期视频 肯定极度的不爽 为什么 因为我说他们的爸爸了 对吧 王志安就是他们的爸爸 你可以去看王志安的一个视频 对于他 他好的 你吸收 他不好的 你指出来 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要非得他贵贱呢 你爸爸说的都对吗 对不对 得谁给谁贵贱 中国人压根就从来没有站起来过 对不对 墙里的伙伴 咱们聊一聊 是不是 从来就没有站起来过 他什么时候活得像一个人了 包括中国人 他出了国以后 他做这种反华的一个视频 就这些所谓在油管上的一个大围 他同样是在愚弄中国人 他也没有帮助中国人站起来 我现在就是帮助中国人站起来 一条道 移民你就站起来了 不当中国人 你不就站起来了吗 起码我说得通 我逻辑说得通 在国内都必须跪下 对吧 我在国内我也跪下了 谁站起来过呀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 怎么站起来 通过移民站起来 而不是说 假如有一天 我走了 我移民了 我也不会像那些 所谓的这些反华的大围 去继续愚弄中国人 告诉中国墙内的人 你们要斗争 你们要怎么样 你们要去骂粉红 你们要跟他们干 我会吗 我当然不会 弄那个玩的干啥 也解决不了 我根本性的问题 是能把粉红拍死 还能让他们闭嘴 我最近看有一个 做这个短视频的 我以前在视频说过他 我不怎么愿意说他 因为我 我觉得他视频不入流 你像王志安吧 这有影响力的人 我还愿意拿他当盘菜 说一说 有的那个玩 我都不愿意说 就做那个短视频 就中国大白 又打这个打那个的了 又跟大白互呛 又怎么样 有这种人 愿意做这个视频 我觉得这种视频 特别低劣 就没有什么 太大的一个意义 我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大白和民众 之间的一个冲突 全放到这个 这个整个的频道当中 让人看着 一个是新赌 再一个 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 是吧 你能怎么解决 中国就这样 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你让那个大白 不测分酸吗 你解决不了问题 我认为一切 没有用的这种废话 就这些东西少说 中国人废话说的太多 实干的太少 都是一帮杂碎 废话太多 废话连篇 指责他人的时候 特别能耐 是吧 给人扣帽子的时候 特别能耐 骂人的时候 无所不用其极 这就是中国 我跟你说 中国就是人整人的社会 人整人 可以整到你想象不到 想象不到 令人发指的一个程度 可以 人整人可以整到 你夫妻反目 子女成仇人 是吧 就包括结婚 他也说我是党员 就在过去的那个岁月 党员那玩意 那都高人一党 我看现在也要回到 那个时代了 那你说 他说他是非人民服务的吗 他非人民服务 怎么会高人一党呢 这些 我不知道这些问题 伙伴们都有没有思考过 反正我是思考 对吧 所以说中国人 是无药可救的 你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不做一个中国人 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我对于中国民主化的 一个前景 我也不抱有这种期望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世界可能就是 中国人这个历史 包括 我不知道他怎么形成的 你说这历史也好 或者怎么样 很无解的一个世界 鲁迅当年 这鲁迅诞辰 都多少年了 应该是有70多年了 我记不太紧了 鲁迅诞辰 我记得前两天 好像是鲁迅诞辰 多少多少周年 好像也70了 多来年了 咱就从民国开算 民国到现在 是吧 中华民国到现在 也快这个 也有一百年了吧 从中华民国一直到现在 是吧 就从那个民国时起啊 那当然现在 中华民国不在台湾吗 台湾号称是这个 中华民国 但大陆不承认啊 这现在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内战的一个问题 一百多年了 那你说一百多年了 大陆有什么变化 大陆有什么变化 就一百多年了 就从鲁迅当年写文章 就鲁迅那么写文章 当局都给他推到 所有人的这个眼睛前边 就教育小孩 都有鲁迅的一个文章 那为什么 这些孩子通过鲁迅的文章 没有看出来 什么accuracy 对吧 怎么看不出来这些问题呢 鲁迅骂的是谁 不就骂的中国人吗 鲁迅天天就 鲁迅其实就做一件事 骂中国人 你看鲁迅的那些文章 有一个不骂中国人们的吗 骂中医 是吧 害死了他爸 骂人血馒头 话老说 阿Q 想性造而不得 最后被杀头了 冷漠的人说 他被杀了 大概率是有罪的 骂围管 土口唾沫 所有人都围管 你看鲁迅 所有的东西 不都是在骂中国人吗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王子安的这些儿子们 或者是徐晓东的 还有袁腾斐的 这些儿子们 还有祖国母亲的儿子们 就你们这些都跪下的人 是吧 那你们是不是应该骂骂鲁迅去 是吧 该骂鲁迅了吧 鲁迅是最骂中国人的 得谁骂谁 是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依然是这样 就这些人的儿子们 依然是这样 所以鲁迅今天的话 依然历历在目 依然在骂他们 再有一个 就源于他们的物质 就做那种短视频的 就像类似于大纪元那种 就每天放几个 就是自己加点评论 加点评论 往上放一个什么大白 又打人了又怎么样 做那种短视频的人 就那帮人 我跟你说 我跟大家说 没一个好玩的 没一个好玩的 为什么 就他们的那个三观 根本一点都不正 他没有一个 正确的一个价值观 他就是为了利益 在做那个事情 我看过那些人的一些嘴脸 这很垃圾的 这非常非常垃圾 说什么 说这个鸡城的大白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就混口饭吃 你不要跟这个鸡城的 这个大白起冲突 那怎么就跟高层大白起冲突 他有那个胆吗 中国人有那个胆 有那个杆吗 再一个 中国人值得 为了其他人 去跟那个高层的大白起冲突吗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 哎呀 这鸡城的大白也不容易 都是混口饭吃 何必呢 那就冷漠的旁观者就完事了 就人家给你制作核酸 你就撤就完事了呗 就配合工作就完事了呗 对吧 也要理解什么鸡城的大白 说那什么 都是为了混口饭吃 那都是混口饭 那怎么 赵立坚也是混口饭吃 理解他 对吧 那警察呢 警察上门给 上海那个警察上门 给那个人都带到方畅哥去隔离去 人家 说我这个是隐姓 不对 你是 我接到命令 你就扬姓 你就必须跟我走 那也是混口饭吃 那人家也是混口饭吃呗 对吧 大不了态度好点 是吧 假如这么说 那请你配合我 就一直态度好 但该强制还强制 该给你拉走 还给你拉走 那也是混口饭吃 那也就可以呗 那什么玩意呢 这么 对吧 你面对这种现象 就是这种现象 包括跟大白之间的一个冲突 如果假如说 你就还停留在 就都是混口饭吃 那就混呗 混死拉倒呗 对吧 在中国就混嘛 混死拉倒嘛 做吃等死嘛 对吧 混吃等死嘛 不就行了吗 那谈什么自由啊 对不对 你谈什么呀 他不配拥有自由 我认为中国人 不配拥有自由 自由是一个奢侈品 他不配 当然咱话别说太绝对了 就是部分中国人 是吧 或者一大部分 为什么好人都移民了 对吧 为什么有 就是有钱的人 是吧 有能力的人都移民了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国家好吗 因为那个国家是发达国家吗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吗 就这么点道理吗 那个国家制度好 中国不行 制度不行 所以说要自信吗 你制度不行 咋自信呢 那盲盲自信没自能 是吧 每当我看到那些 就是把油管上 在那些大卫当爸爸的人 我就认为中国这个国家废掉 就中国这个 就这个国民 这个国民性是废掉 借谁都认底 都会跪下 都会磕头 坐椅 就像那个阿Q似的 人家说了 这新时代的 不需要下跪的 阿Q也跪下了 就看到那现代老爷就跪下 一脸的奴才下 中国的这些阿Q啊 清醒清醒 行不行 王志安的儿子吗 袁腾飞的儿子吗 徐晓东的儿子吗 还有谁的儿子 是吧 就各种儿子吧 中国人就擅长给别人当儿子吗 当个人吧 行不行 什么时候能当一个正常人 别老当儿子 得谁给谁下跪 有的年龄都非常大的 还给他们这当儿子呢 是不是 就爱下跪 那腿就得着 借谁给谁跪去 完了人整人的时候 说说聊话的时候 落井下石的时候 一个个神乎其神的 是吧 神勇无比的 做一个中国人 我跟这帮人在一个地方呼吸 我都觉得羞耻 就是羞耻 我有生之年 或者是说 我孩子 我孙子 都不可能看到中国 所谓的那种民主化的一天 是吧 因为什么 中国人享受目前这种状态 享受这种核酸 核酸 同赏 他已经达到了一种 就是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 变态了 是吧 变态了 我不管你支持王子 你还是支持什么胡锡进 赵立杰 都已经变态了 一帮变态的垃圾 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 中国人的两派 是吧 清醒的伙伴 赶紧走 是吧 用脚投票 赶紧走 是吧 哪个地方好去哪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探讨了一下 中国人的国民性的一个问题啊 那咱们下期呢 再跟大家继续继续探讨 大家一定今天晚上去看那个王志安啊 看王志安的视频 我这期视频我争取赶紧发啊 大家就去看一看 王志安如果今天的这期视频 说他小时候就被当局怎么怎么欺压了 就被共产党怎么怎么欺压了 搞文革给他干了 他还能够说 学政治教育 加入仰视 他这个玩意儿呢 就是个两面派 就这样 好了 那今天咱们等他的视频 晚上八点啊 去看这视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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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